盆里放入300克的面粉 盆里放入5克的酵母 5克的小苏打 3克的食用盐 先搅一搅 再打入一颗鸡蛋 再次搅拌均匀 倒入150毫升的温水 搅拌成大的棉絮状 倒入20毫升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面团 这个面团一定要多揉一会儿 刚开始揉不光滑 没有关系 先盖上盖子 饧发10分钟 10分钟之后 就非常容易揉光滑了 用成这样不要光滑细腻的面团 把它放到保鲜膜上 给它包起来 再用手轻轻的给它按一下 给它包起来 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早上起来 我们先把面团取出来 我们晚上把面揉好 早上起来做 这样子非常的节省时间 案板上撒点干面粉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把面团两头 这样给它轻轻的摔打拉长 这样不会改变它的形状 上面再撒点干面粉 用擀面杖把它擀长 这个厚度大约在0.5厘米 用刀切成2厘米宽的长条 面片中间抹上一点清水 两个螺在一起 用一根筷子在中间按压一下 把两头给它捏一下 这样子粘得更加的紧实 如果自家锅小的话 可以从中间切开 盖上保鲜膜 二次饧发20分钟 饧发至体积明显变大 拿起来轻飘飘的就可以了 锅中多倒一点食用油 烧至五成热 放入一双筷子 能起密集的小泡泡 生命油温已经可以了 把油条下入锅里 开中小火慢慢炸 漂浮上来之后 用筷子反复的翻面 保持中小火慢慢的炸 炸3分钟左右 炸至两面金红酥脆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的香酥油条就做好了 不用泡打粉 做出来的油条也是非常的酥脆 里面特别的松软 而且还是空心的 你买来的油条还要好吃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里面一点也不吸油 我们晚上把面调好 早上起来很快就能搞定早餐 自己做的油条没有增加剂 吃着也是非常的放心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喜欢后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哟 拜拜 拜拜